下一组的公布嘉宾也即将登场了 是的 要来公布的这个嘉宾呢 也是非常主流很夯的人气电台 是的 亚洲电台 那当然是要请到台主级的DJ来来 两位人气主播 是的 我们要欢迎的是 小树 万万 Yes 走 欢迎小树和我们 哇 前面主 颁奖能这么高 对 所以你必须要调低一点 没关系 我们收听率很高 哈哈哈哈 所以我们老板在下面 郭总经理听得很开心 是 大家好 我是亚洲电台小树 我是亚洲电台DJ文文 今天很开心 再次来到三立 是魂牵梦赢了一年 你梦赢的 魂牵梦赢 哈哈哈 今天大家都讲错话是怎样 没有我想说 因为大家都在这场合嘛 所以呢 没有那么拘谨 没有关系 是 而且呢 你魂牵梦赢的 我觉得是三立的菜色 我跟你讲 真的 三立餐厅 哇好好吃哦 想了一年 真的能够再来 超开心的 你确定吗 对 你如果明年再来 你的西装 真的要扣不起来了 不是 刚见到我是台主 哈哈哈 不是 不是说我 很厚的一次 哦 所以呢 是体型 对 感度是蛮好 所以明年应该 越来越厚 是 不过这个 想要三立的菜好吃 其实 跟我们今天 要揭晓的奖项 也有关系 啊 有什么关系 我们今天要揭晓广告类 广告跟菜 不是 你是我的菜 广 不不不 什么我 哈哈哈 还帅到分手了 OK 好 不要再说什么 飞鱼高笑声了 好不好 好 嘿嘿嘿 就是入性行销 是这样的 这个 讲到广告 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没有他们我们也没饭吃 也没衣服穿 所以看今天铺料这么少 好赤裸哦 对 所以这个广告商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广告非常非常重要 没错 而且呢 广告在电台的重要性来说 相信各位应该都非常的清楚 真的 哇 但是呢 好的广告 当然可以把好商品推销出去 对 所以我们今天要期设的广告类 有非商品跟商品类 非商品类是什么意思 非商品我想应该就是一些 正立宣导啦 跟大家沟通一些 大家都需要知道的概念啦 或甚至是一些 工艺方面的讯息 哦 正立宣导 所以接下来可能需要做一些 跟电力有关的一些广告 对不对 所以你是说要节电 还是要宣导大家不要误触台关 不对 我们可以用爱发电 哦 用爱发电 是说现在 现在在舞台上面用爱发电吗 对啊 广播今年刚好是五二的啊 我爱啊 我爱我爱 对对对对 我爱我爱 是的 那商品类大家就很清楚了 就买东西咯 没错很简单 反正呢 就是用最直接的言语来灌输你 洗脑你 叫你一定要来买这个东西 哇 举帆时 衣 住行 娱乐 各种商品都有 什么都可以卖 什么都可以卖 对 不过各位 不好意思 我们电台真的很厉害 哦 我们最近多了一些新的不一样的广告客户 很多广告主可能是大家熟悉 但是大家平常比较少接触的 哪些啊 我怎么都不知道 最近下午我们广告的客户有包括了三太子 还有妈祖 什么 对不对 天上的众神最近都有下午我们公司的广告 我知道 有下午都比较 所以我说比较会节节高升就对了 最近我们也接触到了这个不一样的宫庙领域 非常特别 而且到这个 哇 我们电台也网罗了各界精英啊 是 宝岛神很大的阿诚 也在我们电台做节目 等一下可以看到他们的演出 我还蛮期待的 对 那还有包括了 今年的第28届 清曲奖入为最佳台语歌王的赖明伟 跟台语歌后的凤娘 都在我们电台做节目 所以我们电台是空间的 对不对 亚洲也省很大 是 就代表其实广电一家亲 对 并没有在分 所以在金钟奖底下有分 这广播类跟电视类 而我们还跨出了 金曲奖的领域 在流行音乐类上 也有很多歌手一起在空中 介绍好歌给大家 对 所以我们自吹自擂够了吗 对 所以应该算是一个很棒的 志务卿新交了吧 请锁定陶主要收听率冠军的 亚洲电台 谢谢 耶嘿 所以我们任务结束了 因为你也吃了嘛 对啊对 也推烧完了嘛 很好吃 入围入围 入围 入围 入围就有 正式了 好 第五十二届广播金钟奖非商品类广告奖 入围的有 二零一六中广形象广告习惯动作片 中广台北总台 珍惜生命七秒与七天片 震生广播法院有限公司台中广播电台 恭喜 都市更新之王宝川与薛平贵片 台湾全民广播电台不会有限公司 恭喜 电台形象广告心灵探索之旅 发现台湾系列片系列三山清水秀阿里山片 财团法人佳英广播电台 恭喜 台湾古早味节目预告 曾文西广播电台股份有限公司 恭喜 恭喜 好的 那接下来马上就为大家来揭晓 第五十二届广播金钟奖商品类广告奖 入围有哪些 商品类广告奖 入围的有 HPE表姬耗材 黄紫胶片 晴天整合行销有限公司 好物市集母亲节文学妈妈片 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老庄牛肉店 灰姑娘音乐制作有限公司 老方方城市观光工厂 男人独白片 城市广播股份有限公司 当情片 中国广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主台 恭喜上 大家恭喜 这是商品类的广告奖 接下来要颁发的是 电台品牌行销创新奖节 创新研发应用奖 是的 我要揭晓的是 电台品牌行销创新奖 这个奖我们电台拿了两次 所以找我们来公布入围名单 绝对是非常适合的 对对对 那我们第一次在2008年 就是以土地公文化节系列活动打奖的 谢谢神明保佑 有百五波比啊 真的是以亚洲神很大 神很大 对很多神明 所以真的是谢谢 所有天上作神的保佑 那第二次也很厉害哦 也很厉害 我们长千个家电台推出了手机的APP 可以让大家不管是影音还是广播 都可以一定带着走 走到哪里 听到哪里 走到哪里 看到哪里 是 而且我们现在功能更多 包括了你可以查询曲目等等 对对然后呢因为网路真的蛮发达的 所以可以直接连接 哇在那种很老旧的唱片当中 连CD方面唱片方面都可以一并显示出来 真的是非常的厉害 好我们今天赚了很多钱 因为我们不断地在打广告跟置入 我们电台做行销 接下来揭晓就是第52届广播金钟奖 电台品牌行销创新奖入围的友 POP RADIO火速DJ系列活动 台北流行广播部分有些公司 恭喜POP RADIO 嘉音新媒体按个赞 爆感动爸爸 嗚棒快闪 台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 引爆社群大声说赞 震声广播 欢迎来自动资 欢呼声对哪里 好 通过完了吗 是 好恭喜以上入围的朋友 那我觉得呢广播可能大家会认为说 它好像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媒体 因为毕竟呢广播运动的历史也非常久了 所以呢可能大家在广播电台的一个品牌经营 或者是行销手法上面 大家可能都会觉得广播就是要非常地创新 我们就是要走在时代的尖端 可是呢有的时候广播跟传统做一些结合 反而也会有不错的效果 所以很多人努力地在研究希望让广播日新月异 而接下来这个奖项就跟它有关 好接下来马上我为大家公布的入围名单是创新研发应用奖 我们来看入围的有哪些 好的 连好几桶 对终于把它掰开 创新研发应用奖入围的有 阿格尔 陈冠明 虚拟形象于新广播运用 成功广播股份有限公司 王正豪 王盛铭 陈建志 张有祥 廖元甫 蔡玉秀 月听 读写新广播channel 加节目策略与人工智慧加持运用 活力教育广播电台 广播是可以大一点 我们只要比这个名字还要再长一点 感觉我们广播人对国量蛮够的 内政务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 内容为王之变形金刚电台转型解决方案 恭喜 恭喜 赛深广播电台台为总台 AI词汇广播设备系统 恭喜 恭喜以上入围者科技日新月异 别忘记了不管你有什么载具 记得多关爱我们广播人一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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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小树 谢谢我们